三爷 纯王爷知道您回来 让您立马带着安小月去见他 要救人 救什么人 是齐帅 您的父亲 我副帅 他怎么样 怎么伤的 伤情如何 可有性命危险 金城和敌军大战 本以大胜 班师回营 一炸死敌军士兵放了毒箭 射中了齐帅的左肩 军医说 说 说什么 说齐帅没救了 怕石活不过金银 纯王爷听说你带回来的 安小月是神医 还想再世 不惜一切代价 抢救齐帅 带我去 让我尽力试试 快啊带路 不要耽搁时间了 小月姑娘 所有军医都说没救了 但我知道 你是神医 你一定要想法子帮忙 齐帅必须活下来 否则军心不稳 敌军有机可撑 还有希望 伤口是小 中毒是大 此毒跟先前 红老爷子中毒完全一样 而且是中毒初起 我有一些把握 不过要以毒攻毒 需要抓一些疯子过来 疯毒可以治这个毒 马疯野山疯都可以 马上安排人去抓 越快越好 安排军医 给这里消毒 醋 酒 匈癌 马上再处理一下 我也要消毒 我要给他做个小手术 要弯肉 先给他灌麻醉药 即便昏迷 也需要麻醉 你们去准备药品 治伤的药 缝合伤口的真和线 喝去拿来 哦 这里都有 姑娘 还需要什么 尽管吩咐 留下来给我打下手 让你们做什么 你们边做什么 两位军医 请你们马上盯着消毒 我要去开方子了 海小月迅速写出了一张方子 交给三爷 马上安排人抓药 煎药 三爷 纯王爷 你们带人出去吧 这里不宜人多 否则空气质量更差 不利于手术 也不利于伤者的康复 相信我 我会全力以赴的 小月姑娘的医术 我只听我家圣儿提起过 见识过你带回来的药品 老三 他说有希望 那依你之见呢 小月的医术 从未让人失望 我相信他 三爷和纯王爷 就跟两个门神一般 一直守在奇帅的营帐门口 随时听候安小月的吩咐 要什么 就安排什么 还阻拦一些 想进去探望的副教 让他们不准打扰 还小月 一直忙到了后半夜 才伸着来腰出来 伤口处理了 毒性也控制了 再用几只疯子 以毒攻毒便可 今天抓了太多 没有用完 就养着吧 不过小心点 别飞得到处都是 免得真人 小月姑娘 你的意思是说 奇帅他 他可以活下来了 他没事了 所有军医都说他没救了 你当真给他治好了 纯王爷放心 我安小月不是一般的大夫 所以我能治一般大夫 治不了的病和伤 您不是说我是神医吗 我自然有把握 不过 这几日要小心照顾 不要太多人去探望 具体怎么做 我都吩咐那两个军医了 我相信过不了多久 奇帅又可以征战沙场了 好好啊 这一下我就放心了 我就怕奇帅有个闪失 那样原本节节胜利的战局 怕就要翻转了 这一下可好了 如果就 阿爷不想听淳王爷继续碎碎念 拉着艾小月的手就走 你累了 先吃饭 再睡觉 你这个儿子怎么当的 你亲爹在鬼门关走了一圈 你不关心你亲爹 抓着我做什么呀 你把我手腕都捏疼了 我若不送你 你可知道你住在哪 你可以随便安排个士兵送我 未成也行 三爷 小月姑娘 有何吩咐啊 没有吩咐 艾小月 你是在跟我怒气 还是在召集你的父亲 或者你是操心军物 都有 我的天哪 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这么小气 竟然还跟我一个小姑娘 生这么久的气 我先前还以为你是个能人 有大气度 有大能耐 结果是个小度几场 安小月 你叫我做什么 嗖的一声 三爷飞出一把匕首 就扎在安小月 靠着做的一根柱子后面 吓得安小月一身老汗 喂 你要不要这样吓唬人啊 妈呀 这么大一条蛇 还是毒蛇 三爷 你救了我一命 多谢多谢 有嘴花蛇 喂 三爷 我跟你道谢 你干嘛说我有嘴花蛇 难道你不应该说一句 区区小事不做挂齿吗 还有 你到底要生我气到什么时候 哼 我要你真心悔过 好 我悔过 都是我的错 这总行了吧 错哪了 喂 我都认错了 你还有完没完啊 不想理你了 烦死了 你的认错没有诚意 你根本不知道你错在哪 否则的话 你昨天不会想着 偷偷去爬山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我烦你 我不想理你 你别跟着我 水 水啊 快 拿水来 你现在什么感觉 没事 你是何人 为何 在我营帐之中 傅帅 此人便是先前 我跟您提过的白茶酸安小月 咱们的麻醉药 软骨粉 连弩等等 都是出自于他手 而这次你中了毒箭 军医已经宣布您救不活了 是安小月 把您从鬼门关 给拉了回来 而且 这次他来军营 送来了可以迅速阵痛的神药 已在士兵中试用过了 效果非常好 连床王爷也亲自试了 他也连身称赞 哦 原来你就是安小月呀 你的药好 你的连弩也好 这次 你又救了我一命 你要什么 尽管说就是了 我要银子 你们试用了我的迅速阵痛药 确定了药项 拿一万两的药钱要给我 我来军营 不仅治好了齐帅您的伤 还给军中将士治病 尤其是对大多数士兵的洞创 效果也很好 这些所有的医治诊费 我也不多收 给个三百两就行了 另外 我来军营一趟 耽搁了我回家开医馆 也耽搁了我做药材赚钱 还有无公费 按一天一百两计算 什么时候三爷放我走 什么时候结算银子 那我若是不给你结算银子呢 三爷 得罪大夫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啊 搞不起我还有什么好本事 是你没见识过的 你现在想过河拆桥 赖掉该给我的药钱和诊费 以后 我的好药绝不会再卖给你了 你还有什么藏着掖着的好药 你跟我道歉 我就告诉你 你 齐霄 你是不是欺负安小月了 均有规定 未经上司允许 不得擅自外出 你昨日擅自上山 被我捉回来 难道还是我的错吗 军营的规定是给军人的 我又不是军人 你们的规定对我无效 我也不必遵守 再说了 我只想上山采药 那么大一座山 肯定有不少好药材 说不定能让齐帅吃了之后 康复得更快呢 我这是一片好心 是该奖励该夸赞 该认可的 你倒是有心了 傅帅 您还做那么胖吗 还一个十三岁的小丫头 一个人往山里跑 万一遇上了野兽呢 我有软骨粉 撒一把就好了 还有毒蛇毒虫 我既然上山 肯定会带着防蛇虫的药粉 我又不是傻子 不做好完全的准备 我怎么可能上山啊 哦 再说了 我还有小号的随身连弩 我也是有武器的 这时候 军士送来齐帅的饭菜 和苦药汤子 齐帅倒是个能人 先吃药再吃饭 三项五除二 一眨眼的功夫就吃完了 哀小月又给齐帅把脉 检查他的伤口 确定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已经脱离危险了 齐帅 您好好养着 您体格健壮 很快就能康复了 明日我就离开军营 请您帮忙催着三页 把我的药钱支付了 我要回家了 不行 齐帅 您肯定管得了三页 于公而言 您是大元帅 他是少将军 于司而言 您是父亲 他是儿子 所以您一定要帮我说话 我就想回家 我还要回我们镇子上去开医馆呢 我是来送药和治病的 又不是你们抓的犯人 对吧 齐帅 人家安小月好心给我治伤 又是来送药的 他说的没错 他不是我们的犯人 怎么能随意扣着人家不放 再说了 他一个姑娘家的 在军营里也多有不便 要不 你就安排人 送他回家吧 傅船 安小月是我带回来的 他的去留 由我决定 请您尊重我的意思 喂 你什么意思啊 我来之前不是说好的吗 我是来治病的 你不能关我禁闭 我没有关你禁闭 在军营里 除了禁地之外 你可以自由行动 我还给你安排了专门的营帐 找了陈妈妈过来伺候你 这是关禁闭 该有的待遇吗 可你不允许我回家 因为你不知道你错在哪里 你还需要继续反思 报 进来 报告大帅 三爷 八百里加急的军报到了 有皇上的最新旨意 圣旨在淳王爷那里 令有淳王小世子 给小月姑娘的信件 给我 三爷拿过来信件 顿时促眉 他没想到 萧启圣竟然会赶安小月写信 他心里更加不痛快了 还给我 那是我的信 撕拆别人的信件 这是没有教养的行为 三爷才不管呢 直接就拆开了 自顾看信 越看脸越黑 别的事情他没有兴趣 只是萧启圣后面 写到一些什么 会安排人照顾白沙村 埃小月家里 以后他要娶她当世子妃 埃小月的家人 就是她的家人 这些话 简直让三爷气得干颤 还给我 埃小月 几乎要爬到三爷身上去了 三爷生气 把信往地上一扔 就呼吸而去 你给我等着 你这样对我 看我怎么教训你 埃小月 解了地上的信 气鼓鼓的一个人回自己的营帐去了 承承 其消反常啊 他会轻易被这个小丫头激怒 他和安小月 到底怎么回事 哎 灰奇帅 三爷的心思我不敢乱猜 我只知道 他把他最重要的玉坠子送给安小月了 晚上说梦话 多次喊安小月的名字 事无巨细地安排 他 懂心了 这我可不敢乱说呀 我要乱说什么 三爷肯定揍我 他从来没有承认过 安小月来军营 他的营帐 他的饮食 他的庸人 反正安小月的一切 三爷都在随时过问 但是偏偏见了安小月 就黑着脸 总要安小月认错 这安小月呢 又是个倔脾气 总是跟三爷顶着 所以这些日子 三爷一直心情不好 随后 成正又把三爷跟安小月相识 后面在安小月家里住了半月 包括这次在山寨的事情 都跟齐帅讲了 齐帅 三爷这次闷了大气在心里了 一直发不出来 小月姑娘毕竟年岁小 我都不知道怎么劝 让安小月嫁给齐骁当贵妾 一切就解决了 哼哼 我是过来人 我明白的 齐骁那小子 就是喜欢上人家姑娘了 否则 安小月会不会去做冒险的事情 他才不关心呢 而且 他刚才那么无理的扔小世子 给安小月的信 这就是吃醋了吗 啊 安小月这丫头 倒是个人物 胆大包天的 撕黄榜 民告官 带着两个人就闯土肥窝子 还混成了女肥手 哼 我倒是蛮欣赏她的性子 有本事 有胆色 配得上其笑 只是出身太差 是个农家女 只能当妾 有些委屈她了 承正 你和安小月可熟 熟啊 在她家住了许久 都混成朋友了 只是 我若是跟安小月多说了话 三爷一准把我支开 还会黑脸呢 哈哈 她就是吃醋呗 不想别的男人 跟自己喜欢的姑娘说话 其笑年岁不小了 你去安小月那里探探口风 许她一个贵妾的身份 看看她意下如何 承正 你去当媒婆 好好说口 啊 齐帅 您 您让我一个大男人 去当媒婆 而且 安小月那个倔脾气 正跟三爷生气呢 这会儿去说 她肯定一口拒绝呀 那 我给你两个任务 第一 帮着调解齐霄和安小月的关系 第二 给他们两个说没 齐霄自从知道她的身世 就没有开心的效果 虽然也敬着我这个副帅 但她心里哭啊 她难得喜欢一个姑娘 一定要想方设法地帮她得到才行啊 哦 那 那我尽力吧 安小月看着信 一开始倒是开心 因为皇上已经判决了 太医江峰月斩首 另外几个牵连进去的太医 有的下狱 有的罢官 有的降职伐凤 而跟江峰月同流合污的天石镇大老爷王道夫 倒是判得比较轻 只是降职伐凤而已 毕竟在对抗瘟疫的时候 王道夫也是做了一些积极的事情 虽然安小月知道 这里面很多事情是师爷在帮他 但终究是他的师爷 也算作他将功折罪 没有重罚什么 至于要婆和王春桃 以将功折罪的方式 免除了牢狱之灾 而且还割上白银一百两作为表彰 哀小月知道他最关心的两个人没事了 也是松了一口气 至于他哀小月 皇上那边说了 功劳有三件 其一 在对抗瘟疫时不去生死 并研制出特效药 其二 研制出适合军中的药品 间接助力军方获得战场胜利 其三 治好小皇子的重疾功不可没 皇上特赏赐白银万两 丝绸千匹 珠宝三十项 哀小月看见这些值钱的东西 本就要流口水了 而后面看见还有玉刺匾额一块 用于哀小月的医馆 哀小月觉得 这才是最值钱的赏赐啊 银子珠宝用完就没了 但玉刺的匾额挂在他的医馆里 那就不愁没有生意做 绝对是财源广信啊 而且还有一个皇家大订单 那就是每季度送上若干药品 太医院优先采购安小月的药材 安小月看到这里 决定拉上保生药铺的陈大福一起 好好赚一笔 毕竟他主要研制新药和治疗疑难杂症 而陈大福负责日常药物的采购销售 这个生意只有联手才能赚得更多 哀小月心花怒放的 而且小世子的信里也提到了 皇上也给予了陈大福表彰 赏一亿千两 此官窑慈平一对 虽然陈大福在抗衡瘟疫之时 花费远超过皇上的赏赐 但有这个殊荣 陈大福日后的生意也能做得更顺的 这才是无价之宝呢 哀小月心想 陈大福此时肯定乐得喝小酒 哼个小曲呢 小世子的信是长篇大论 后面又提到了 被砍头的江峰月 确实收买了沈氏 马氏 哀小凤和安利福几人做伪证 不仅要将哀小月的功劳 全部算在江峰月的头上 还要冤枉安小月一个药品投毒的大罪 但有淳王府和将军府通力调查 皇上都没有找安小月问话 就查清楚了真相 皇上念及这些人都是安小月的亲人 从轻发落 没有直接判死罪 怕了这四人分别仗则一百 安小凤本就有疾病 才打到五十几下 就一命呜呼了 马氏和沈氏收为官奴 安利福流放边疆 至于在太安寺的安玉秀一家子 本来也想要捅幺蛾子 但有淳王府的人把手 江峰月的亲信去了 却没有机会跟安玉秀搭上线 所以并没有卷进江峰月的案子来 也得以了保全 安小月叹了口气 她还希望安玉秀跟她的婆家 一起卷进这个案子 一并借皇上的手给收拾了才好呢 不过就目前而言 即便她不再经理 这个案子也是得到了最好的判决 这个皇上确实很公道 小世子提及了淳王妃的病况 说是用了安小月的药 她的母妃精神见好 而她也在认真学习文武双修 最重要的是 她已经开始在京城开铺子了 要努力赚钱娶她当世子妃 安小月不由促眉 这小世子怎么就忘不了这个茬呢 随时都会提起来 然而 更让安小月促眉的是 小世子后面又提起了白沙村的事情 安小月一下子站了起来 什么玩意儿呀 小月姑娘有什么事儿吗 需要我帮忙吗 没事 陈妈妈 是我看信太激动了 有个坏人 骗我堂姐家的银子 还骗我堂姐的感情 气死我了 小月 谁招惹你了呀 不会还在生我们三爷的气吧 郑郑 你看过这信吗 小世子写给你的信 我怎么敢私差呀 也就是三爷 才敢 我爹和大伯不是已经回去了吗 有淳王府和将军府的人在保护着 怎么还让那个冷上文骗走了大伯家那么多银子 足足两千五百两啊 不仅耗空了积蓄 预制了秀庄大半年的银钱 还抵押了房子和田地 这让我大伯一家子怎么活啊 这冷上文 明摆着就是个骗子 怎么没有人去阻止呢 简直气死我了 你看看吧 这要怎么办 还有机会把银子追回来吗 程程也看了信 她看到的重点 不是安小月告玉壮大获全胜 也不是安家大房一家子的事情 她就关注了两个点 一个是她心心念念的王春桃没事了 另一个是小世子在信里几次提到要去安小月当世子妃 还大大哩哩的说什么会继续保护好白沙村安家大房二房 因为她是什么准女婿那是她的责任和义务 唉 难怪三爷会那么生气啊 什么三爷不三爷的 我要你帮我想办法呢 我现在身在军营 即便我赶去京里也追不上了 只能靠你们帮我 比如八百里佳吉或者信哥什么的 尽管让小狮子帮忙 在京里拦截冷少文 把银前追回来才是啊 你们一定有渠道的 否则信不会这么快就来了 哎 小月啊 你要知道将军府和春王府的人 是在保护你家人的安全 他们要定亲 要给银子 这 这护卫也不好说什么呀 而且按照时间来算 这封信应该是写于你爹和大伯到家之前 是先送到连山县 没有找到你 才接着送到军营里来的 那就更脏了 我必须马上回家 若是大伯和我爹回去说那冷少文是骗子 银前已经被骗走了 这大房一家子怎么办 气都气出病来了 小梅姐性子冲动 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傻事来啊 你现在回去也来不及啊 小月 这事儿怕是还要求三爷帮忙呢 很多事情 他处理起来比我强太多了 要不 我带你去见三爷 三爷最近特别不待见我 我如果去好好跟他说 他会帮我吗 三爷跟你怄气 那就是 是因为你不听他的话 非要冒险出军营去爬山啥的 你如果好好地跟他认个错 说几句软话 他一准帮你 我们三爷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 有时候就只冷却了一些 但对人 是热心肠的 尤其是对你 缺对的关心 不保证 只要你去 三爷顶多耍一注香时间的脾气 后面呢 一定全心全力地给你想办法 成 我去 不就是求人吗 我也会的 等一下 为什么呀 三爷刚才就抢了信 粗略地看了一下 万一没有看明白呢 你要亲自跟三爷开口说 而不是拿信给他看 那样不礼貌 三爷不高兴的 也是 亲口阐明问题 开口相求才是诚意 直接给他看信 算什么事呀 你说的对 三爷 我就开门见山吧 你也看过我的信 你知道我大伯母和小梅姐 倾家荡产地兑出银子来 都给了那个冷少文 那个冷少文不是好人 先前招惹我姐 我发现他人品有问题 阻拦了我姐 没想到 他又去招惹了小梅姐 定亲不说 还卷走了那么多银子 那是要逼死我大伯一家三口啊 三爷 我知道你有能耐 你帮帮我吧 用你的人脉和力量 趁着那次没有把银子挥挥一空 一定把银子给追回来才是 我为什么要帮你 就看在咱们互相做生意 这么好的交情 行吗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以后我一定还 要不 我不要这次的药钱了 这批药算我送你的 我要给你的药钱和诊费 算下来一共一万余两 你为了大方区区两千五百两银子 就不要一万两 安小月 你一项精明 怎么这次要做赔本买卖了 我损失一万两 我肯定肉疼 但我承受得起 但大伯一家子苦尽甘来 好不容易支付 如果倾家荡产 还欠下外债 连刚盖好的房子和买来的田地都没了 那我大伯家是经不起这个打击 我也想长出翅膀 立马飞到京城 即使从冷上文那里拿不回银子 我就拿两千五百两银子 还给我大伯一家子 说是我追回来的银钱 但是我没有翅膀啊 所以 我只能跟你做交易 一万两的银钱 不要你的了 在军营治病都算一枕 只换你能帮我 能追回银子最好 追不回来 看来送两千五百两 去村里给我大伯家 说几句假话 哄他们释怀 这对于你的手下 不算什么难事啊 行不行 你不要那座山 就成交 三爷故意说道 齐骁 你个黑心鬼 就拜托你帮这么一点点的小忙 对你而言就是举手之劳 根本不费事 而你 需要坑我一座山 太不够意思了 你还是我朋友吗 你讲不讲交情啊 你都跟我做交易了 你有帮我当朋友吗 你拿钱让我办事 你这是在谈判 不是在跟我讲交情 怎么你现在反咬一口 说我不够朋友 说我不想交情 安小月 你讲不讲理啊 安姨 我错了 我说错话了 你是我的朋友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来求你的 咱们不谈交易 只谈交情 帮帮忙 好不好 认错 认错吧 说清楚你的错在哪儿 说得诚恳认真 这个忙我就帮了 如果你还是跟之前那样 那么 你的事情就免谈 好吧 我认错 我认真 诚恳地认错 第一 我不该冒险 撕黄绑 告玉状 上山寨等等事情 都是不应该的 经理那边的事情 我应该听卫城的安排 找将军府的人周选 连山县这边的事情 我应该给三爷你报信 等你来了再动手 第二 我不该一直跟你讲着 明知道你让我认错 都是为了我好 让我以后不要冒险 生活得更安稳 但我这个人太安面子 不愿意低头 所以 一直惹三爷不高兴 所以 我现在诚恳认错 绝不会再讲着 第三 今天我不该跟三爷谈交易 我们是朋友 谈交易太伤感情 我应该相信三爷 三爷一定会帮我 因为三爷以前多次说过 有事就说出来 三爷和将军府肯定帮我 我今天这样的态度 也是错的 对不起 还算是诚恳 只是不够全面 啊 还有什么呀 承承在旁边用嘴型 跟挨笑约说着 小世子 哦 在我家的时候 三爷就说过 有事找三爷 找将军府 不要找小世子和纯王府 可是 先前我去经理 是跟小世子偶遇到 纯王妃也待我不保 我只是礼节性的拜访 后面我遇到麻烦 小世子和纯王妃主动帮我 我是盛情难缺的 仅此一次 下不为例 三爷 帮帮我 行不行啊 三爷 不管是先前的事情 还是现在的事情 你如果能先一步帮我 我何至于去找小世子帮忙呢 现在如果你还不帮我 是不是我还要去求别人呢 比如纯王爷 比如奇帅 安小月 你就这么没有耐心吗 三爷 不是我没有耐心 是我心急啊 放心 我刚才去重挥大仗 一时时嫌 就已经写了书信 悲歌传书回京 你的事情 我刚才就已经办了 正如你所说 能追回银前最好 若是追不回来 送两千胡百两去你大伯家 撒谎 我的手下也是会的 三爷 我就知道 你这个人最好了 最仗义了 你太够意思了 这样吧 为了感谢你 我等会儿去小葬 亲自给你做一顿好吃的 就给你一个人吃 成真都没有分 好 小月 真的没有我的分吗 是我一直给你出主意 是我给你拿来的信 是我带你找三爷的 我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我是专门给三爷做的 就不给你吃 就不给你吃 三爷 我如此用心良苦地撮合你们俩 到时我可别娶了媳妇忘了兄弟啊 三爷 敌军偷袭我方粮草大军 李将军奋力抵抗 请求支援 成正 马上集结八百骑兵 跟我先去支援 粮草必须保住 三爷 我保证 不会离开军营 不会去冒险 我这就回我的账子去 你安心打仗 注意安全 乖乖等我回来 明日我亲自带你上山去玩一玩 打几只野兔山鸡 给你烤着吃 太好了 三爷 你要说话算数 放心吧 只要我能够活着回来 肯定兑现承诺 但如果我死了 那就 呸呸呸 别说不吉利的话 记住 你必须活着回来 你不仅欠我一次上山完 还欠我一座山 欠我药钱和诊费 欠着账呢 不能装死赖账 好 为了你 我定然平安回来 三爷说着 招呼了魏诚 让魏诚送哀小月回帐子 保护好哀小月 自己便带着人征战沙场了 魏诚 小月姑娘 有何吩咐 有没有办法打听一下 三爷什么时候回来 他答应带我去山上玩呢 可是出征这么久 一整夜了 怎么都不见回来 呃 现在还没消息呢 我一直在关注三爷的消息 真是让人担心啊 三爷本事好 应该不会出事的吧 谁说本事好就不会出事 刀剑无眼 哪怕你是武功盖世 刀枪不入 都有可能出事 三爷已经在战场上 也受伤无数 而且 这种夜战是最危险的 不过 三爷确实比一般的将领和士兵本事好 但是 我本来不担心的 被你这么一说 我现在这心里七上八下的 总觉得毛毛的 魏诚 那依着你的判断 一个增援的仗打得这么久 从昨天天罡黑到金层 是好事 还是坏事 是不是坏事 我不知道 但一定不是好事 那怎么办 要不要请纯王爷和齐帅 再派兵马去接应一下 现在 我有等 唉 如果他们不回来 是出事了 派小分队出去 又很有可能被吃掉 那就是无谓的牺牲啊 如果派大部队出击 一方面没有方向 不知道去哪 另一方面大营空虚 怕被敌人端了老巢 魏诚 那我现在可以做些什么 嗯 小月姑娘 你是大夫 可以提前准备医药用品 一旦三爷他们回来 即便三爷没有受伤 他手下的兵将 也必然有受伤的 你的衣术 比我们的军医都强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准备 小月 小月姑娘 怎么了 是不是三爷 成正派人快马家边回来报信 说三爷 三爷他断了一条手臂 要你想想办法 救救三爷啊 军中断臂 十有八九都会死 小月 小月姑娘 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三爷啊 就算少一条手臂 也要三爷活着 魏诚 你马上去迎一下三爷他们 断掉的手臂一定要拿回来 我不仅要救三爷的命 我还要给他把手臂接回去 三爷还那么年轻 他十七岁 他不能废掉一条手臂 接回手臂 好 小月 三爷 放心 有我在 我会全力救你 保住你的手臂 小月 非诚说你能把三爷的手臂接回去 手臂我拿回来了 请你一定想尽一切办法 我们三爷 不能没有手臂啊 诚诚 带人出去 这里是消毒的地方 你们这样进来 容易造成三爷感染 站在帐子外面 不要吵嚷 我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要相信我 我会全力以赴 这个质量会持续到晚上 一定别让人打扰我 不管多长时间 只要我没有出来 就不要打扰我 所有人 跟我出去 小月 我就在那边守着 需要什么说一声 我立马去办 只要对三爷好 有什么都可以 快 麻药必须快 她很痛 这样下去会活活痛死 小月 我今天不能 不能带你上山了 三爷 我一定治好你 你要有信心要挺住 等我治好了你 把手臂给你接回去了 你还可以张工搭建 到时候去山上 给我尸野兔 这个账我记着呢 也赖不掉的 短笔 活下来都不一定 你尽力 尽力便好 千万 千万便勉强了自己 若 若是治不好 我也不怪你 你们 你们几个 几个军衣 你们听 挺好 一切 都 都按 来安小月 说的去做 我若是死了 不许你们 任何人责怪 安小月 是 三爷 我们一切听 小月姑娘安排 不管发生任何情况 绝不怪罪安小月 三爷 三爷 请用药 等 等一下 我还有话要说 快说啊 三爷 再不麻醉 能治好的伤 也会活活让人疼死 我若 我若是死了 我欠你的一座山 你便跟晨晨一起 找我副帅 和纯王爷 他 他们一定会兑现承诺 都性命攸关了 你还提这些生涯之物做什么 如果能换你一命 我宁可三斤家产 什么都不要 你别啰嗦了 快用麻药 我要尽快给你治疗 还有 你答应 答应我 不 不可冒险成家 你跟我保证 你一定 一定要做到 我答应 立官 前九爷 前九爷虽然对你好 但他毕竟 毕竟是江湖中人 是黑帮当老 你尽可能 尽可能远离他 我死了 你上卫城 送你回家 相信我 我不是故意跟你欧戏 不是故意交流你在军中 我答应 我答应你说的一切 我会保护好自己 不管发生什么 安全第一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我不会跟你欧气 现在 喝下这碗麻药 你就没有痛苦了 睡一觉 你会醒过来的 最后 最后一句 我若是 若是死了 遇到麻烦 就去找 萧棋生 他虽然年岁不大 但为人 为人不做 好 我明白 你若是死了 我遇上麻烦 找小世子 你若是被我医好了 我就找你帮忙 你是我的朋友 我必须治好你 你快喝药 三爷终于答应了吃药 麻醉药灌下去的一瞬间 三爷就睡过去了 其实 药效并没有如此之快 是他失血过多 疼痛太过 是趁着跟安小月 说最后的话 你们处理三爷的伤处 注意消毒 千万不能感染了 接下来 我要做断肢再职 你们两个打起精神来 好好配合我 成长 其小怎么会断臂了 安小月可能治 安小月说了 可以治 他要把三爷 断下来的手臂给揭回去 我相信他 安小月要我守着门 谁也不能进去打扰 他需要安静的环境 只要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大概会到天黑 我也相信安小月 而且 我必须相信他 我不能够接受 三爷少一条手臂 对 安小月的医术抄群 我也信得过 七帅 你之前昏迷不醒 应该有所不知 所有军医都束手无策 都说你活不到天亮 但刚好安小月来了 用了野风疗法 以毒攻毒 愣是把你给救了回来 而且 就凭他捣鼓出来的各种药品 我也相信他的医术 放心 有安小月在 其小会没事的 成长 昨夜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驻守大营 不敢派兵贸然先去 怕营地空虚 但派出去查探的人 都没有找到你们的位置 是啊 是不是中了埋伏 春王爷 七帅 昨天粮草营地 被敌军偷袭 三爷得到消息 带着我等去增援 到了之后 粮草被敌军劫走 我们担心粮草不济 会动摇军心 立马就去追击 可没想到 在赫山林子 中了埋伏圈 那里埋伏大量敌人 足有三千人 我们寡不敌众 所有将士分力拼杀 出去八百人 杀赢了三千余人 我们把粮草抢了回来 粮草营 现在正在清点呢 可我们昨夜出去的 现在却只剩下四十余人了 而且一大半都有伤 不知道还能活下的几个 三爷是为了救王大力 才被敌方将领砍断了手臂 我当时在旁边 我想这手臂也要拿回来好好掩埋 所以没有丢弃手臂 现在按小月说 能接回去 我只希望这一次 他依然不会让我们失望 齐帅 你身子还没有全好 先回去歇着 如果有消息 我立马安排人通知你 我现在去查看伤员 再派兵去粮草营和赫山林子协助 阵王将士的遗体 怎样掩埋才是 承征 在这里守着 安小月治疗如果需要什么 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找来 必要的话 找我 找春王爷 务必要支持安小月 就会奇效 保住他的手臂 怎么 你也受伤了 不打紧 一点小伤 马上去医仗包扎 这是命令 春王爷 让我再等等 等三爷没事了 我立马就去一掌包扎 现在 现在我真的走不开 魏诚 你安排一下 让军医来这里 给城镇包扎上口 另外 在这里添加几个炭火盆 天气冷 不能动坏着这些 守在外面等消息的将士 奇帅说完 转而回自己的账子 他不是不担心 而是他心里明白 越是这个时候 越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小月 三爷怎么样了 我们可以进去看他吗 手臂是接上了 但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还需要观察几日 而且 即便度过了感染期 后续也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来康复 你们千万不能进去 三爷毕竟是断臂的重伤 你们进去 很容易把细菌给带进去 一旦感染 就是要命的呀 闪开吧 先让我去一趟茅厕 我不行了 我等会儿再跟你们说 程程 你盯着他们 万万不能进去 拜托 我一个女孩子 我去方便 你们都跟着做什么 而且 我还要洗澡换衣服呢 现在一身都沾着血渍 难道你们也守着 小月 你跟我们再说说三爷的情况 会不急啊 我能先去洗手吗 陈妈妈准备了我的饭菜 我饿坏了 让我一边吃一边跟你们说 可好 也体谅一下大夫吧 这个断肢再植树 真的耗费了太多的精力 如果不是三爷没有度过危险期 我恨不得睡上三天三夜啊 好好 你吃 我们知道你辛苦 你们都去我的帐子吧 不管帐连 还有陈妈妈在 应该不用再避嫌了 你们先进去 我去外面洗个手 纯王爷 奇帅 您二位也是来打听三爷情况的吧 是 小月姑娘 你不用见我和陈王爷来 就拘束了 你一边吃 一边说 我们都知道 你饿了 军中之内 没有那么多礼仪可讲究 小月 慢慢说 不急 各位 三爷的手臂 我给他接上去了 如果按照最好的状况发展 那么日后 他的断臂 依然可以张弓搭建 但是 三爷现在还没有度过危险期 为什么接上去了 还没有度过危险期啊 现在最需要注意的就是一点 感染 你们都知道 断臂断腿 即便把伤员带回来了 一多半都活不下来 没错 这是因为感染了吗 可是你不是有抗感染的药吗 我们用过了 也用得很好啊 为什么还会担心感染呢 抗感染的药物 是把感染的可能性降低 但并不能保证不发生感染 尤其是三爷这种重伤 一旦感染 伤口溃烂 就会危及生命 所以 我虽然成功做了断臂在植树 但三爷还是没有度过危险期 那他什么时候能度过危险期 齐帅追问 即便不是亲儿子 但从小在身边长大 一直父子相称 又是身边的一员猛将 于公于私 他都不想三爷出事 最危险的 是接下来的两日 高烧是肯定的 而且容易感染 会进入肿胀高峰期 需要我时刻监控 随时处理突发情况 两日后就好了吗 不是的 接下来七到十天 必须卧床休息 等度过血管微向的危险期 也就是半月左右 如果情况良好 会给三爷拆卸 而后的四十天 是血管骨骼成长的关键期 如果要说状况基本平稳 至少是拆线后 甚至是一两月之后 天哪 还要如此 小月 齐霄可否移动 我希望转移他 为经修养 我不能够保证 一两个月内 敌军不来自扰偷袭啊 而且即便敌军不来 我军有可能会向前推进 营地不可能长期在一个地方 马车颠簸 而且环境也不如杖子里干净 这会严重影响三爷的康复 所以 三爷在两个月内 不能奔波劳累 纯王爷 如果可能的话 寻找一处安静安全的村落 我可以带着三爷就近休养 但即便是就近找村子落脚 也必须半个月之后 就近的村落 去荣县或者连山县如何 就近倒是有村落 但是不安全的 万一敌军探子得到了消息 到那儿去找齐霄的麻烦 岂不是太危险了 齐帅 纯王爷 这件事情拜托你们来操心 我半个月内 全心全力照看三爷 嗯 这是我们考虑 不会让齐霄奔波 小月 这次辛苦你了 日后我们得胜归来 一定给你请功 亲自上门之心 齐帅客气了 你也要保重身体 三爷几个月内是无法上战场的 您要尽快康复才是 您今天累了 一定好好休息 吃我开的药 三爷这里有我 您不必担心 嗯 小月 那什么时候可以看看他呀 明日吧 今天太晚了 您需要休息 而且三爷也没有醒过来 那我呢 我也想看看三爷 人多了不好 会有细菌 而且三爷精神不好 高烧是必然的 他没有精力来应酬太多人的关心 他最需要的是安静 如果每个人都关心 每个人都想去亲眼看看 不仅不利于三爷康复 反而会给他造成困扰 所以 就让齐帅一个人去看看吧 代表你们大家看看他 小月 那我不去了 让承征代表我们所有人去看看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 齐霄跟我这个当父亲的感情 还不如跟承征的感情深厚呢 如果只能有一个人去看他 承征比我更合适 齐帅 我 承征 一定让他好好休息 不要挂念军武 对战事方面 报喜不报忧 看我之后 一定来跟我说说 唉 另外 告诉他 我已经痊愈了 可以上战场 可以和纯王爷分担军武 他什么都不用担心 是 齐帅 我一定转答 承征 承征 什么事 承王爷回来了 在齐帅的大帐里 他让我和你一起过去 好像是要转一三一的事情 失望火急 我也去 你呀 即便要探查敌情 让副将去就好 何必亲自跑一趟啊 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 现在齐消重伤 我的伤势也未痊愈 军中全靠你来作诊 你万一出个什么事 那咱们就不战而败了 老齐 我这是心急呀 昨晚敌军阵营 向我方足足推进了三十里地呀 哎 而且 带兵的是他们的主帅 这次怕是要趁着我方将领众生之际 采取大肆进攻啊 我估摸着 不是今晚 那就是明晚啊 春王爷 情况真有如此严重吗 情况确实非常危险 不过 你们不需要担心这个 让你们过来 就是商议转移齐消的事情 小月姑娘 怕是情势所逼 无法让齐消 继续在营地里休养了 我理解 所以 我来跟你们一起想法子 小月 齐消 现在可好啊 齐帅 您放心 三爷的伤势虽然凶险 现在还在高烧 但一切 尽在掌握之中 嗯 小月姑娘 现在情势危机 几个时辰之内 必须把齐消送走 我本想等一起安排好 再跟你交代此事的 既然你来了 有些话 我必须要说 齐帅请讲 小月姑娘 我知道你医术超群 原生于那些军医 所以 我把齐消就交给你了 我知道齐消伤是严重 断臂是要命的伤啊 按照以往所见 战场上断肢将士 十个里面能活下了 一个就是不错了 所以 无论最终 齐消这孩子 未来命运如何 是不是活着 是不是健康 我都不会责怪于你 因为我相信 即使我不嘱咐 你也会 竭尽全力救他 小月姑娘 大恩不言谢 你做的这些 我和齐消 都铭记在心 拜托你了 齐帅别这样 折煞我了 既然时间紧急 我必须开出一个药单子来 至少要带走半个月的药材 环境不好 很可能伤口感染 我必须有药 否则 将面临巧妇难为 无米之吹的状况 小月 你开单子就好 药材我来扛 还需要什么 都由我来负责 药材不能够携带太多 我的意思是 让齐消炸死 这样敌军才不会四处寻找他 炸死 倒是个好主意 是不是还有苦肉计 会把我乱棍打出军营去 是 敌军的探子都知道 我们军营来了一个小神医 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 这军营里面有没有细作 所以只能够演这么一出 棍子上过了棉花 打你的人会安排心腹 绝不会把你打痛打伤 你只需要配合 惨叫即可 唉 也是毁虚你了 这是情况紧急 不得已出死下策 这个我可以理解 我愿意演好这束苦肉计 可是 王爷 不能携带太多药材 我怕即便我竭尽全力 也治不好三爷 药材多少都要带一些 如果不能带半个月的 七天可好 你可以把药材藏在身上 能藏多少是多少 一旦被戏所看见了 你还背着包裹 那我们这出戏就有破绽了 哪有军营里乱棍打出去 还给时间收拾包裹的 我们这初步考虑 送你们去大山村 就是陈妈妈那个村子 在板山腰上 魏城会一直保护你们 城镇军营和村子两边跑 后续还可以送药 不可 王爷 城镇一旦被跟踪 后果不堪设想 我身上能藏三天的药 魏城和城镇身上 也可以分别藏三天 甚至四天 这样基本上 前十天的药就有着落了 大山村既然是在半山腰上 那就靠山吃山 大不了我上山采药去 等三爷情况稳定一些 能坐车马 能坐马车了 就转移他去连山县休养 嗯 也好 小月 我们会尽快解决这次的危机 不过 请你劝着一些奇效 我怕他稍有好转 不是跟你去连山县休养 而是会迫不及待地回军营啊 而他这个状况 没有几个月 甚至半年一年的 不适合上战场 我明白 如果他要犯肿 我就给他用药 让他动弹不等 这个伤药好好养才是 否则 即便手臂接上了 之后有后遗症 会吃不上力 三爷是习武之人 他若是手臂无力 岂不适合废了一样 什么时候出发 半个时辰之后 乱棍将你打出军营 陈妈妈会接应你去他家 齐骁会跟着炸死 同死亡将士一起送出去 至于成真和魏成 就负责将齐骁 抬上半伤腰的大山村 跟你会合一处 而后 我们营地会转移离死地 六十里处的风铃口 暂避敌军的锋芒 王爷计划缜密 我即刻准备 定不忽悟了事情 我会马上回去给三爷施针 封住血脉 再给他加大抗感染药品剂量 同时让他昏事如死 以免细做察觉 也免得三爷 不让我被乱棍打出去 而横生肢解 小月 依仗里的小药童和军医也不能知道 想法子瞒过他们 是 家 三爷怎么没有呼吸了 三爷 你怎么了 三爷 三爷 你不要死 不要死 你 你医死了 三爷 我们全都听你的吩咐 是你 是你 击死了 三爷 你必须要负全部的责任 安小月没想到 那军医竟然第一时间推卸责任 不过想来也好 如此他被打出军营 就更加的顺理成章了 安小月摸了摸怀里的药品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那军医吼得声音很大 在门口把守的王大力 第一个冲进来 随后 齐帅和淳王爷也赶过来了 安小月 军医和小药桐都跪在地上 等候发落 安小月咬了咬牙 不就是乱棍打出军营吗 为了三爷 他扛得住 安小月 看着齐帅和淳王爷 一唱一和 悲痛欲绝 不由心里暗暗感叹 这才是真正的老戏骨吧 而且 他们即便是掩得激愤不已 却还在保护三爷的手臂 不让任何人去触碰 终于他被乱棍打出 安小月被打出去 一蹶一拐地 一个人往上山的路上走 饶是手下留情 也还是挨了几下子重的 安小月到了淳王爷 跟他交代过的林子 就坐在挂了红布条子的树下 处理自己的伤口 小月姑娘 是你吗 陈妈妈 是我 安小月跟着陈妈妈上山 不出一个时辰 就已经到了半山腰 没想到啊 以前在军营里远望这座山 只以为是野山 没想到半山腰里还有一个村落 如此以野山中 应该暂时是安全的 我们大山村家家户户都认识 若是来了外人 我就给你们报信 我家后院出去 有一个山洞子 只要带上了吃喝 藏个三五日都不成问题 还有 我家有个地窖 也能藏人 我们山里人 讲究的就是一个城市 我拿了纯王爷那么多银钱 自然要办好他交代的事情 把你们给照顾好了 小月姑娘 前面就是我家 家里简陋 还不如军营账子 你可不要嫌弃啊 陈妈妈客气了 您给我们一个住处便好 有什么嫌弃不嫌弃的 能有烧酒和醋吗 还有艾草 我要用来给房间消毒 啊 家里不多 我可以去邻居家见 每逢初一和十五 我们这儿的人都会下山 去林月镇采买 竟然是二十八了 过几天就是初一 我让我男人多买一些回来 马车从街头排到街尾 井然有序 路旁扑洒着数不尽的鲜花 横峰卷着花香在飘洒 就连满城的树上都系着无数条红绸带 路旁皆是维持秩序的士兵 窘动的人群露意不绝 比肩技种 个个皆身头叹脑 却观望这百年难见的婚礼 放冲 放炮仗 打红灯笼开路 沿途一路吹吹打打 三爷为了把婚礼办得隆重 不打算只是在山庄里办 而是特意去绕了阵子一周 他骑着大红马 安小月在后面的吧台大轿里 他时不时地回头 惦记着自己的小娇妻 三爷这样做是要跟所有人宣布 他娶了安小月 谁也不准惦记他的女人了 安小月都快被轿子给颠吐了 但心里依然幸福 因为今天他终于和最爱的人成亲了 一个吃货小蝉猫 当心娘子都不消停 你后悔娶个吃货小蝉猫吗 来不及了 天地都败了 那么多宾客作证 你只能认栽了 想退货那是不可能了 所以啊 叶小三 你的余生 只能跟我这个吃货小蝉猫凑合过日子了 有你这个小蝉猫陪我 余生都是甜蜜的 我的新娘子即便是吃货小蝉猫 也是我的最爱 真美 我每次吻你都不尽兴 今晚动房花烛 我们终于可以真正意义上在一起了 在一起干嘛 干嘛 生胡子 你那些姐妹 我那些兄弟 都两三个孩子了 咱们俩要迎头赶上 别怕 我的新娘子 怕个猫 你都脸红了 还说不怕 你脸更红 新郎官也会害羞 新郎官笑一个 春宵一刻值仙金 咱们不能笑过去 咱也迫不及待了 吻着哀小月的唇 脸颊 耳垂 薄稿 渐渐褪去她的衣衫 和她融合在一起 享受 曼妙的 洞房花烛夜 时光匆匆 转眼三年 为什么要生孩子 我宁愿给别人接生 也不要自己生 痛死了 小月大夫 已经用过麻醉了 而且你是第二胎了 怎么比第一胎还要闹腾啊 我接生这么多个孩子 照顾那么多产妇 就你最娇气 不许欺负我娘子 生孩子那么痛 若是男人能生的话 我断不会让我娘子来生 好了好了 快出来了 出来了出来了 爹爹 是我预定的小妹妹吗 不好意思 是个小弟弟 我要妹妹 妹妹乖 爹爹跟我抢东西 跟我打架 我要妹妹 我喜欢妹妹 过两年 让你娘歇歇歇 然后再给你生妹妹 要婆虽然在白沙村养老 这一日也来帮忙 既然小月肚子还有一栋 眼睛一亮 妈呀 小月丫头 你有福气了呀 这回是双双啊 双双是啥 双双就是你娘肚子里 还有一个小宝宝 我要妹妹 我要乖乖的妹妹 妈 怎么这么受罪 小月 你再弄把力 生个女儿 那就全户了 哪有那么好的运气 我累死了 小月 辛苦了 我是想踢你 但我踢不了 要不回头 你给我肚子里塞个大西瓜 我也替你体验一下 哀小月被逗笑 更是没有力气了 哎呀 三爷 你别添乱呢 不能逗她笑 泄气了 就更生不出来 你再添乱 就出去 不敢不敢 我错了 哀小月 在杜若的引导下 继续用力 终于又是啼哭声 一个小家伙出来了 师长 小女儿 是个美美的小女儿 小月 你好福气啊 三爷一听是女儿 立马把怀里的大儿子给扔了 给我给我 我的女儿 我这五福 竟然也能够有女儿了 太好了 妹妹 那是我的妹妹 我有妹妹了 这下好了 我三个孩子 成争才俩 是我赢了 我比她强 余生 都是甜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